我是Lucy 然後我叫楊竹 然後我現在在教大還在念大 我念的就是傳科系 那我想先問一下 就是我要非常大家的就是需求來 就是浮動我的就是分享內容或是什麼 就基本上可以大家幫我舉個手 如果妳聽過後沒廣告 OK好幾乎大家都聽過 那一定要先舉點先舉點 那妳有好奇這家公司的生活 長什麼樣子幫我繼續聊吧 然後如果現場有個人 想要進去就是想進這家公司的 幫我繼續組織 OK好謝謝 謝謝 好那我們就來講一下 怎麼先進就是這個實施計畫 然後如果有心想進這家公司 也歡迎你就是實態有沒有投入看看 對所以下一張 然後基本上再幫我下一張 因為我本來也有PPT Clicker 好那我先從我自己為什麼會想要 進奧比這家公司開的分享 因為我覺得三號應該會多 就是查一下一些人很想 所以我覺得應該會有些購物 然後基本上 因為我是學傳播與科技 所以就是傳播背景的 所以我在戲上學到的東西 跟大家平常看到的媒體很像 就一樣是新聞電視雜誌 甚至是大家在網路上看的媒體 我們只是多學了怎麼用 運用這些媒體去寫出一篇文章 或是怎麼跟大家做溝通 但在學習跟大家做溝通的過程裡面 我發現另外一件事情 我覺得我個人比較有興趣 就是我覺得 他其實是有一些策略在背後的 下兩張 下兩張 好 那我就發現 其實在我們平常接觸到的媒體 我們每一個人接觸到的訊息後面 他其實可能都有一些策略在裡面 包含我們要說服你購買東西 如何要說服你相信某件事情 甚至包含又如何說服你去支持某個候選人 那這樣子的策略其實背後又有一個更大的 就是產業背景在後面支持你最後收到的這個訊息 這個產業背景可能包含了媒體公司 很明確的是雜誌、電視、新聞這些公司 可能包含了媒體代理商 他們決定你這個消費者在網路上 Face要看到哪一個訊息 很有趣的事情是我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我昨天在Airbnb上面訂飯店 然後我在前幾天也在Amazon上面 看我要買的這本書 結果某一天晚上 我就點咖啡廚 還有那四個廣告板位 兩個是我剛剛在那邊看的那個房間照片 另外兩個是我剛剛在那樣的手上面 看的那本書的圖片 所以有些媒體代理商 可以決定你要看到什麼樣的訊息 另外還有一種類型是創意類型 可能就是大家比較熟悉的廣告公司 他們決定要用什麼樣有趣的方式 去呈現那個訊息在大眾面前 另外還有大家可能最近很多 然後我剛剛有就是那個 Fucerch那個公司的那個Digital類型的數位公司 甚至還有做PR 做公共關係 做平台管理的公司 這些產業鏈結合起來最後成就了 你在媒體上面收到這個訊息 身為一個消費者 身為一個大眾會看到廢人 所以我就決定我對媒體上面要寫什麼文字 可能沒有太大的興趣 所以我個人就想要朝後面這塊的發展 然後瞭解我可以在這麼 這樣子的產業裡面扮演什麼樣的位置 所以我就選了 就幫我下一個 所以我就選了就是澳美這個集團 因為澳美也是台灣 台灣少數就是各個 就是我剛剛提到這件產業 都有子公司的就是集團 所以我就選了澳美廣告 那其實在澳美廣告裡面 在澳美廣告裡面 我又在想說 如果今天要進澳美廣告這家公司 有什麼樣的位置是適合我的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下面 就是在一家廣告公司裡面 基本上會分成AE Account 就是負責執行計畫的人 也會有Creative 就是負責想出一些很創意的idea 可能幫忙大家以前看過什麼IKEA 改造冰島攤這種廣告 可能是Creative想出來 然後他們要去拍 然後最後還有Planner Planner是決定一個策略要怎麼走 比如說今天IKEA要講的事情 是跟家人之間的關係 還是我要講很便宜 還是我要講IKEA的特色是好收納 是由Planner來決定 就是一個廣告內容要講什麼訊息 所以在講到媒體產業 然後講到廣告公司裡面 它會有不同的分層 然後每一個分層裡面 做的事情不差一樣 好 等一下 那我如果對前面那個東西 有興趣的話 我們會Ending之後再聊一下 那我就順著這樣的邏輯 找到了就是澳美的這個實習計畫 它叫做林崇偉紅領帶計畫 它是兩個月的時間在澳美廣告 就是這個大集團下面的廣告子公司 做很貼身的實習 就每天都要上班 然後另外它其實還包含另外一個小小的東西 在裡面它是有一個獎學金制度的 所以它選一批人進去 然後兩個月拼命就是你死我活戰後之後 最後一、兩個人可以拿到一筆獎學金 那我本來找了我的朋友來 他就是拿到獎學金的人 但是覺得他忘記了 所以就是他沒有辦法跟大家分享 怎麼拿到獎學金 那我就可以先分享怎麼進到這個實習 對 好 下一 那簡單的講一下 介紹一下這個計畫 它是有大概四個過程 如果有人想要進這個計畫的話呢 你會經過同樣的流程 它是每年四月五月的時候 有這個機會會在網路上發布 但它就是安安靜靜在網路上發布而已 所以 如果你沒去找 它也不會跟你說 來來來來我這 它就是自己放在那邊 然後它前面第一關有一關 書面計畫是要做一些東西 然後第二關是比試 然後第三關免試 到最後會有一到五個人入選 那我今年比較幸運 剛好有九個人 可能我都太優秀了 我就知道 反正人就變多了 對 好 下一位 那 如果想要申請的話 書面基本上就是申請表 這段努力申請作品跟你自己的作品 那這段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大家 如果想要就是進奧美 或者是申請這個計畫很重要一點 是我覺得你踏進那公司之前 一定要先想好 你在廣告公司 你想要扮演什麼樣的職位 因為這件其實都影響著你 就是你的履歷跟你的內容 是你的作品級要怎麼做設計 比如說我想要做的事情 其實比較偏向創意跟AE之間 所以我就把我的就是履歷上面 展現了一些就是圖像跟文字的內容 那我的同事把他就是整理的 就是乾乾淨一整集起來 然後透過一個雜誌的方式去給大家 然後最後比試的地方是他有一些 他會考四題 就是你完全想到的題目 我那時候考的題目是 你要分享你人生計畫的 你人生中最大的一場冒險 請計畫一場 然後你要怎麼讓社會大眾開始關心社會議題 然後你要跟你的爸媽解釋 你的男朋友是哪外星人 還有還有一個什麼話 他要解釋現在大學中可以分成哪十種類型 他其實在考的東西很有趣 他考的就是剛好我剛剛前面提到 那三首指位需要的特質 就是分別是你的邏輯 然後你對一件事情有關連 然後你怎麼展現你的創意 跟你有沒有什麼明確的執行計畫 然後你怎麼在一個小時間 達到不是CT 所以其實他蠻有趣的 然後我就覺得你假如準備好這兩階段 你假如到面試階段 展現你的個人特質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如果有想同 我們可以再聊下一集 對就是Be Yourself Tell Your Story 就奧美看的東西是 你是不是夠大方的人 然後你對這件事情有沒有熱情 跟你有沒有一點點才華 那才華這件事情已經搶不來 所以就是讓他們選吧 對我那時候也是放棄這樣的心態 那進去之後其實兩月的時間 他基本上就是一團亂 像一個謀線球 然後就過來七八糟 每天都來啪啪啪的速度下生活 但簡單來分還是可以分成四個部分 另一部分是在部門裡面實施的工作 然後我打新建的是 我覺得澳門很值得的課程 然後還有紅領帶實習生的作業 跟最後其他的雜事 然後我就從這四個角度來看一下 好 下一個 然後部門工作的話 就是我去的地方是策略部跟業務部 然後我很不幸的就沒有去到 我我想去的創意部 但我在其實策略跟業務也看到了 我沒想過的廣告事件要交戰 可是我在策略部的時候就做了 Nike Warman Running的那個馬拉松的研究 然後還有大家最近可能有看到 雅富的那個好時光行動配件 是我們一起發想的 還有IKEA的討論他們二十多年 要出什麼樣的廣告 跟最後在業務部的時候拍的 國泰世華大人的數學課 大家可能沒有到那個三四十歲的年紀 所以不一定會看過 但他就是在講其實大人怎麼理財 然後就參與到這四個比較大的專案 那其實策略部的角色還蠻有趣 就比如說我可能要去採訪真正在跑過的女生 然後好時光畫面見就大家要去想 有哪一些荒謬的idea 這個就那個書套是那時候我提的 然後有之後真的被做出來就很爽 對 真的被做出來就會 喔天啊 對然後其實基本上部門工作 我覺得比較大性質就是打雜 然後說有在錄影 就怎樣才說就是打雜 然後雖然說是打雜 但其實是更好的機會去看就是那些真正的政治人 他們怎麼樣生活 跟他們的生活型態是不是可以接受 比如說在策略部的人 他就9時上下班 早上10點上班 下午6點走 業務部的人呢 可能就11點進來 然後一兩點走 創作人呢 就是下午2點進來 他可能半夜3點再走 所以就是藉由這個機會可以觀察到 就是大家不同的部門工作型態 你看 然後課程的部分的話 是我覺得這個計畫最值得的東西 也是去這個實習我覺得就是最能吸引我的理由 因為他就上了兩個月滿滿的 就是澳美裡面每一個創意總監 好不好意思我剛才講到台頭了 就是很資深的創意員 可能看到龔大宗 然後可能看到派EPR的創意員 他們是怎麼樣做出這個東西 他們想過什麼 他們現身實際的跟你分享 我覺得是真的蠻值得 然後最後是紅領帶的作業 這塊的話比較有趣 是因為紅領帶能進澳美實習的方法有幾種 第一種是你爸媽媽的關係很好 也是爸媽打工電話 你可能是國泰司法小孩的老闆 或是全點小孩 全點老闆的小孩 你就會出現在那邊 然後第二種就是 如果澳美今天有開工讀生的機會 但比較多會是在公關部分 但廣告的機會其實比較少 就是廣告這塊比較難去接觸到 然後最後一種就是紅領帶的作業 紅領帶的實習計畫 透過這個徵選方式進去 那進去之後大家也會就是用一個異樣眼光看待你 因為你在裡面就是你的小小朋友 所以大家會給你一個還蠻重的作業 是你最後期末兩月過後 要有一個大的presentation 然後這個presentation又分兩次 一次是對所有公司的人 然後一次是對集團的創意總監 然後分別這樣 就是你要怎麼改變世界 跟你想要present的一個創意的idea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變成是九個人 壓力很大的 還要做一堆人的媒體宣傳品 來最後呈現出我們的作業 那我也覺得這是這件事情上 這個今天裡面最挑戰的一個部分 然後其他的假設的話 會蠻有趣的東西是 就是進去紅領帶行程 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每年暑假 澳北有一個大的party 然後這個party 你們要做就是節目規劃跟就是表演內容 所以就會跟大家一起 大家看得出來我在哪兒呢 我在這兒 就我從長髮轉變成短髮 就在這個時期 然後另外的話是每 這兩個月裡面會配到一個很貼身的主管 然後這個主管 我覺得真的如果有機會去的話 要非常好好的利用他 他就是你生活裡的就是大格格 你有什麼問題都可以跟他聊 然後關於人生的規劃 就是這個主管後面也非常非常大的建議 然後我配到就是一個帥哥 大家有沒有坐過高鐵 就是高鐵裡面有一個男生坐在育童裡的廣告 是他拍他的背 好沒有大家有沒有看過 失敗 然後下一個 對 然後因為我剩三分鐘 所以結論的部分 我會給我比較長一點點的時間 就是分享一下我覺得在這家公司 最可以看到的東西 跟你進去之前 你可能要準備好什麼東西 第二部分是我覺得 在這個計畫裡面很重要是看到澳美這家公司 的氣氛和文化 他們重視創意 就是他們推崇創意人 就是創意是一切最珍貴的東西 這是這家公司引以為好的地方 但不一定是適合每一個人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考量你自己對於創意一件事情 是不是很有熱忱 那比如說唐辛懷那個董事總經理 就跟我們當面分享說 他覺得會留在澳門廣告裡面的人 就是你不管做什麼角色 你都要熱愛創意 願意為創意貢獻生命跟貢獻時間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接受這樣子的公司 或是這樣的生活方式的話 很多人就會選擇離開 然後另外兩塊的話會是那個經驗課程 就是我剛剛前面提到 我覺得只有價值的東西 是你會提到很多業界的前輩跟你分享 現在廣告界媒體界行銷 甚至是抵舉頭各個產業面的最新情況 跟他們怎麼樣去找到新的方法 解決客戶的問題 就他們爭槍死蛋打仗的故事 那所以也是我覺得認識各種其財前輩 是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地方 因為真的太多很奇怪的人了 就有人很先進公司 就兩點進公司 然後就開始喝啤酒 然後就一直喝台瓶子喝台瓶子 喝到離開公司 但他卻是想得出 怎麼拍IKEA的那個人 有人是 對 他怎麼會這樣 然後有人是 就是他 他會做的事情是他 只要禮拜五晚上 他就開車去花蓮 然後走到一個就是海灘之類的地方 他就穿著全身的魚衣 那個魚裝上去打魚 然後上來 然後跟你 然後過兩天之後 隔天禮拜一要上班 然後再開公司 就他們會有很多就是 就是很 你沒有想像過的生活方式 或是生活態度 然後這些人 上面看到他們 對於廣告的熱忱 跟對於這個行業 真正熱愛的地方 我覺得是很 就是很動人的 對 然後最後也是 但其實老實說 可能這個計畫這樣講 才會很精彩或是很豐富 但其實我要講的是 老實說我在這兩個人裡面 這兩個人裡面碰到還蠻大的挫折 所以我覺得我的才華是不是沒有被看見 或者是我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有找到一個適合我的位置 那我後來回頭想一下 是我一開始想要進這個計畫 最初的那個初心 是不是像我前面分享過 我想要去看 我想要去看 在一個傳播產業界裡面 有什麼樣不同的公司 跟什麼樣不同的角色 在這些不同的角色裡面 我可以站在什麼樣的位置上 但其實這兩個月的計畫 然後它某種程度上 我剛剛前面提 它是一個獎學金制度 它網上看到圓界競爭的成分在 所以在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 我是覺得很挫折 我沒有預想到 會有這樣子的競爭情況發生 那我覺得我得到我想要得到的東西 我看到的廣告界是怎麼樣運作 然後他們做什麼事情 跟怎麼樣生活 然後對於創意 是不是我熱愛的東西 這些事情都在這兩個月裡面 我得到很大的探討 所以我覺得是 你想要踏進澳美這張大門 有一定的方法 那你踏進去之後 會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不一定 但是踏進去之前 有一些事情是 你一定要先想過的 包含你可能 對於什麼樣的事情 是真的感覺很好奇 還有熱忱 然後很想要嘗試 然後你走這一趟 你想要得到的東西是什麼 無論你想去實習 或是你想要進去那裡工作 得到就是一兩年的經歷 那些人只是去那邊洗洗履歷 履歷變得漂亮就出來了 然後有一些人是真的在裡面 待了十幾二十年都沒有走 從AE開始做到總經理 副總的角色 所以你想要走到的東西 跟學到的東西是什麼 然後最後也是 如果想要走傳播 或是行銷領域相關的話 我也建議大家可以好好想一下 就是這個 這麼大的產業鏈裡面 有什麼樣的角色在裡面 然後你想要從哪一塊 開始首先嘗試吃 然後測試自己的角色可以在哪裡 對 就主要是這樣子 恩 謝謝 謝謝如此一帶來澳美這麼多精密的東西 那其實他剛剛提到有一點是那個 你們有看到Yahoo裡面有那個本子嗎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 有參加另外一個商業競賽 然後我們做的題目是Yahoo 所以我被刷掉了 然後就是我 因為做那個Yahoo的東西 所以我去調查一下 然後發現 就是你們之後可以在網上看到Yahoo 會推出一系列很可怕的廣告 就是他們搞的 所以大家之後可以去focus一下 其實我覺得 那些東西雖然他提到的是很方便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 創意或許就是這樣 就是他點到人類最需要的那種 深刻的欲望 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廣告是一個很奇妙的東西 那待會大家也可以多跟他聊聊 因為他還有其實 這兩個月的題話裡面 其實應該很多很棒的細節 或是故事的部分 以及他如果面對他挫折的部分 那接下來是我們大概十分鐘的交流時間 那我們旁邊有茶水 然後測試在網上 那大家可以去跟旁邊的朋友們聊聊天 或是你剛剛從兩分鐘分享 你想去認識哪個朋友 或是講者也都可以 那我們待會 吃了 很久? 那天 有聲音 感谢观看